而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包含的是新北市的选战 事实上呢好像很多人都认为说 现在是不是只剩台北跟桃源再选 那其他县市还有的选吗 当然人家还是挺认真的在打这些口水战的 现在这个侯友宜还有林佳龙之间也是争执不断 互相不管是在政治上面角力 当然政策上面也要角力 但你有特别看到史诗级蓬盘这个话又是怎么说来的呢 事实上现在开始侯友已经进入完全的选战模式 而且是也许被人家解读是完全叫做连任模式的一个政策 不断的推陈出新 那当然林佳龙这边他现在开始在8号的时候 他终于愿意去爬观音山了 之前被说你爬现在还爬错山 因为你从到底想的都是想要选台北市吗 到底有把新北市放在这个眼里呢 侯友宜阵营当时就特别建议他说 你应该要去爬一下观音山 这样才可以往新北市来看 那确实林佳龙爬了 不过林佳龙一边爬一边还要呛瞎侯友宜说 你才是那个坐这山望那山的那个人 而他也反呛说你终于爬了观音山 但是你还是在坐这山望那山 因为嘴巴常常就不小心口误都讲台北市 但是如今侯友宜他现在 他现在说新北市长你又想选总统 所以才说你坐了这一山 但是望的是2024那一山 不要只会用哄骗的方式来选举 就是侯友宜说的 选票会真正去肯定有在做事的人 当然这两个人都在喷相关的口水 不过看在外人眼里怎么说呢 像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有志哥 他是这样子解析的 他的解析 哇你仔细看这段话 酸味十足 每次看到林嘉隆很努力 要让大家知道侯友宜哪里不好 这里不好 那里做不好 还有哪些没做好的 都让他在心里面产生了一股同情心 他会觉得说好了啦 那不然就这样子了啦 这么卖力 那何必呢 不过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些相关的时事评论员 他们也解析了 因为现在侯友宜完成了两个史诗级的政策 包含像是已经三五十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 新北五谷垃圾山的整治 在侯友宜上任之后 他开始在做了 也确实让周边的市民都看到改变了 而另外像是泰山的温仔郡呢 市地的重化工程 这也不只是让土地重新开发 增加更多的居住空间 还有就业机会 甚至有人说要打造成新北市的信义区 和友宜在上任之后 现在都已经接近要完工了 而更不要提说 其实在新北还有所谓的三环六线的交通建设 每十万的市民呢 是享有三座的车站 超越了新加坡的2.2座 那同时跟哪两个并列呢 你看到东京3.1座 首尔是三座的 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政绩 让时事评论员他怎么解析呢 我们都知道蔡英文总统 才刚刚到新北市 帮林佳龙来站台 蔡英文总统说 他自己是新北人 所以他当然很care新北市的发展 他也认为借重了这个 在台中市之前执政过的市长 林佳龙来新北市 是最好的一张牌无误 但是像是伟安他就说了 就算蔡总统 你到新北50次来站台 神仙可能都很难救 林佳龙的选情 侯友宜这样一个史诗级的政绩 恐怕也会让民进党 在新北市议员的选情 也跟着被冲击了 而柯文哲也是一语道破 他说现在还真的有看头的 可能只有台北市跟桃园了 新北要聘过侯友宜 其实不太容易 当然他也认为在中台湾的 台中市长卢寿燕 也是很稳的 而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 其实在这段期间内陈时中 他当然也着急 因为他认为 都被人家点名叫做 大家关注的选战了 那在昨天晚间 他特别跟大家说 他不是要提告 这就是叫报案而已 那对于二创 他都是欢迎的 但是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 那到底在玩哪面手法呢 因为光是在昨天 就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一下是你进办这边 先宣布说 吴思瑶已经要到警局来报案 而后你又说欢迎大家 二创 在今天早上的陈时中 你也讲不太清楚 到底你实际上要报案的 是针对哪一块 那是单纯讲说是偷窥狂吗 还是甚至焦糖的跳出来 帮你倒带了另外一个战场 就是说是帮韩国的电影 来进行提告 有这些制裁权的问题 大家搞不清楚 但无论如何 陈时中现在团队乱七八糟 甚至里面都好像没有一个准则 那到底能不能用这样的二创 或是要不要因为韩国公司来帮忙提告到警局报案呢 陈时中对此表示是因为影片有所误导 已经超越了底线才会报案处理 但这样的举动当然也引发了不少网友不满 留言大骂 说你自己先拍偷窥影片 你还敢告人啊 新北市议员叶元志也跳出来痛批陈时中 说压制言论自由 你是在搞戒严吗 但这支影片怕有所误导 它已经超越了底线 那在测试可能造成一些伤害 所以我们就去报案 先把这事情做一个了解 只要网路上有出现不利他的言论 他就要用提告方式让你恐惧 那你不敢再讲他不对 所以陈时中很可怕啦 这种人如果当市长的话 他是要把台北市政府变成戒严吗 陈时中居然会把我们司空见惯 已经大家都在做的事情 这种流行的文化 来压制大家的言论自由的时候 那年轻人就会犯弹啦 就觉得陈时中过去的人设都是假的 有点无聊啊 政治人物本来就是要受大家的解释啊 那有一些苦手这些 大家笑一笑就好了 有点小提搭做 我觉得没有必要提告啦 就是 毕竟你自己就拍这个影片出来了 然后提告就 有点像更小灯熟那种感觉 人多少还是要有点度量啦 就是说 因为你既然是政治人物 你一定会是大家的剑拔 或者什么的 不是说直接提告 可能他也太极端了吧 大家都有 他那个有 有自由去发挥自己那个 对啊 他不应该去 提告 这也可以告真的是绿色恐怖 心眼真小 可不可以先解释 从厕所探头冒出来的行为叫什么 马英九以前被二创三创 从来不告网友 教人家做坏事的影片 没被人告还要告人 还没选上就在告市民 陈思东现在其实很明显的 他陷入多头马车 然后负责骑鱼 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条路走 因为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他其实没有核心的政策 那过去的他所谓的政绩 他提起来是被人家笑 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提到了 什么他两年都没有休假 他只要敢提这件事情 之前人家马上就把他喝红酒 把他那个跑趴的 这个影片用厨具拿出来再放一次 他就没脸再继续讲下去了 然后你要说你防疫多好多好 现在我们死的人已经破万了 然后疫情又开始在升高 防疫到底要好在哪里 疫苗每次都买的比人家慢 然后快篩 你找了这些英时的小吃店来 所以你什么东西都不能提 所以陈思东现在就完全是空的 然后他想去打年轻人的议题 因为他看到有史以来 但他就这样自由做的民调 他虽然做的民调是陈忠仪 可是居然在29岁下年轻人 他居然是输的 是三个人头最低的 所以他整个急了 急了就希望打年轻人的牌 想把年轻人拉回来 那拉回来之后 结果就被人家这样嘲笑之后 恼羞成怒就说要去报警 请大家注意哦 报警跟提告真的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这个动作是完全不一样 可是他现在又发觉不对了 因为你这样子年轻人喜欢恶创 你这样一搞谁还敢恶创你的东西 那你就是跟年轻人对着打嘛 对着打之后他就发觉不行 在网路上要起一波声浪之后 他只好赶快修正回来说 欢迎你二创 可是徐晓鑫叫我们翻译翻译 我觉得很好翻译啊 就是欢迎你二创 但是我会报警 知尊讲话好了不准叫我坏了 二创通常都是带点嘲讽 带点野鱼 然后带点搞笑 不然的话谁要去二创 圣经八百的二创干什么 圣经无聊吃饱的撑着 所以这个人就是没那个屁股 就不要吃这个蟹药 你既然敢叫人家二创 你就要杜亮要有胸襟去忍耐 人家的嘲讽耶鱼 但是你没有办法忍耐 要去做这种东西 我跟你讲他越是这样讲 我觉得网友二刀他会越厉害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 他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窩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 折扣优惠哦